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南的 湖南那个腊肉今天过年吃美 吃得很香 我是这个湖南宁乡 就是刘少奇的故乡靠近这个 我们包括毛主席故乡跟我们这都很近 我估计你要是故乡是韶山 你现在就能混得更好一点 你这故乡是宁乡 你就算节后余生 所以级别不高 考验老师喜欢研究经济 我觉得真是下了特别大的功夫 昨天我看到他给我整理的 这个资料 我说什么回乡记 我还问他们 我说这个 我说陶老师他这个家乡在哪啊 怎么一会儿跑西北了 一会儿跑山东了 原来他是从自己回乡的感悟啊 他整理了今年各路神仙 回乡之后的这个回乡记 从他一个经济学家的这个视角 挑出很多这个毛刺 我觉得这就是个有意思的题目 对 我是觉得就是这几年呢 这个很多人回乡都开始写 他回乡的这个见闻 包括有些记者 或者是有一些 这个他回老家 他观察这个情况 然后把它归断出来 这个每年到春天呢 就是说就就就 每年到春节之间 大家都在做来看这个 各个地方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微信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 很好的途径 每每个人有自己的感受 你把这些图拼起来 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个社会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流动性 和这个 你讲个具体的 讲个具体的 那这这今年最最有意思 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 这个最后被证实的假新闻 这个上海女孩 跑到这个江西去 江西一顿饭 发现一顿饭 要赶快跑回去 这个事情是假新闻 但是呢 引起了这个 所有的人 包括学者 记者 甚至中央媒体 都来讨论 他谴责这个上海女孩 也有 也有说他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总的来说反映了我们的社会 他实际上是一个很 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说法 我怎么知道它是假新闻 我怎么知道你这条是真的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就有人说到一个 很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舆论当中 这个事实是假的 话题是真的 对对对 新闻是假的 讨论是真的 这样的格局就叫做文学里的魔幻现实主义 因为你 你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来话游里 但是呢 你所有关心的问题 又是你心中的积怨 这就是中国的 他们以前概括口说 中国的文学太政治化 中国的政治太文学化 这两句话 现在都可以作为赞美词来讲 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文学化 他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面 打出了全民共同的焦虑 好像是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我多年没看到人民日报这么好的文章 就是讲江西这顿饭 上海女的事情 写的真的非常好 文字也好 所以根据一个虚假的事实 所以你这我为什么我早就讲 就说这个中国这个文化呀 这种深不可测呀 你这个外国人来了 你根本看不懂 讨论了半天 这事是假的 这孝子多孙悟空啊 就假作真实真意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你说这个你就见出《红楼梦》 他多深刻 他最后是梦一场 你们大家的酸甜苦辣 是吧 拍桌的瞪眼半天 哈哈一笑 那是要梦一场 聊天 所以你就知道枪前三人行 这个聊啊 谈笑 就是那叫古今多少事 都是假的 都不笑谈中 我们的话是真的 不是 你就说中国你这二十五史 有多少是真的 你敢拍桌子吗 这很难说 对吧 不是 咱就别说深了 咱说 咱说点 不光是人民日报的 你知道今年春节期间 我注意到了一篇财经 有个记者写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 挺有意思 在当时 一下子好像有几十万的 这个传播啊 但是很快又有人骂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呢 就是回乡 他说他家乡在东北的这么一个深山里的这个小村庄 什么通往城市 只有遥远的一条什么山路 对吧 大雪封住了这个村子 然后呢 后来就有人就指摘这个记者 说这个记者写的东西啊 就是以偏盖全 甚至还说这个记者就说 你是不是我们东北银呢 我们东北银 不管老人叫什么邻家阿婆 他说这是你们上海银的叫法 那么我们东北银怎么会叫这个什么邻家阿婆呢 等等啊 但是一样啊 真的假的是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他说的这个事情 他有一种你看报告文学里讲本质的真实 是吧 我这个记者一开头讲的是苍凉的 对 他是苍凉的 他就说回到了我的村庄 他说他那个意思 他们村庄啊 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快过春节了 过春节过年了 但是盘腿坐在炕上 他们觉得内疚 为什么觉得内疚 为他们的高寿 感到内疚 因为儿媳妇在那边骂 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怎么还不走啊 甚至把这过期的牛奶 给自己的婆婆吃 恨不能下毒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 他们这个村又是一个文明侠儿的长寿村 说是什么 康熙还是乾隆年间 有一个一百六十四岁的人 锐 这村里老人百岁老人很多 所以老人很内疚 你看他这么写就很苍凉 他那意思就是说 这村里啊 彻底礼崩跃坏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过去的宗法的这种道德都荡然无存 然后男的们呢都在打麻将 在赌 是吧 然后呢 当然我注意的是比较刺激的一个地方 就说这个女的们 这些农妇 这个村啊 文微信 但是这个信号啊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所以他说你到我们村 经常见到一个人围着房子 围着院子 转圈 手下上举 就这样 因为发了一个微信呢 也不知道对方收没收到 就是 说他们村的男的在打麻将 女的在干什么 跟这个城里的人呢 在聊微信 叫做祖团约炮 东北媳妇祖团约炮 就是说 跟这个城里的 当然城里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五人六 就是说我有多少钱 我有几个房子 有什么车 这村妇呢 一般就是把自己的年龄也少说十岁 对吧 然后就是说 约好了就去 就是说要能 都是真的的话 就不回来了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想了很多 我因为成几年代 就李萌月坏 情况确实存在 我们现在包括 我很多年以前 我就在南方 湖南湖北 这个江西这边做调查 他很多时候冬天老人呢 有些父子 儿女出去打工去了 在城市里面生活也不容易 老人呢 冬天来了也没暖气 就病了 病了以后呢 也没人管 然后呢 自己饭也做不了了 那就很多人就 就自杀 有的一家自杀 就说两 一对夫妇 或者有的老头 或者是老太太 觉得一个人活着没意思了 就自杀 还有很多 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因病 还有很多是 那就不治了 或者是没有病 觉得活着没意思 干脆就喝农药自杀 这样的情况 最近这几年出现的 这个情况很多 还有很多留守儿童 你看贵州这个留守儿童 也有自杀的 是吧 还有出事的 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 我们国家这个城市化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出去进到城里面打工 城里面呢 容纳不下来 就城里面我们这个房价太高 户口制度又没有很好的改革 那他就只好留守一些妇女 留守一些儿童 留守一些老人 这都是弱势群体啊 如果这个城市里面能够 我们有比较好的体制 把他们容纳下来 至少留守妇女 留守儿童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一起过来 你从你从经济的角度 我也比较感兴趣 因为今年好像感觉 那天我听这个马云 马云现在我比较 我发现这个马云 你只听他说话的声音 你不觉得他的身材 就他这个气壮 是不是真的是财大气粗 还是他屌丝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话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近就在台湾演讲 在亚伯利演讲 都是讲 你们关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 这么马云就说了 我有一个坏消息 我有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什么 经济形势很不好 好消息就是什么 大家都不好 所有的都不好 所以呢 你就说收集了这么多回乡计 你觉得中国目前的基层的 经济是什么状况 经济形势 肯定比我们统计数字 显示的要差很多 对 而且可能经济形势下滑 才刚刚开始 可能后面还会有 你能不能举个某地的例子 某地的例子 我有很多朋友 是在山西 山西头几年 经济非常好 头几年 因为煤炭价格好 现在煤炭 现在是产一吨 就亏 所以现在很多 我这个有很多 这个山西的朋友 他们原来在 他回老家 他们原来 这个 是一个月 五六千块钱 煤矿里面 现在大概是 一个月 一千五百块钱 也不让你干活 一千五百块钱 全是从银行贷款来的 这个还能再耗一段时间 如果经济再进一步下滑 那我觉得可能会更糟 这个 大规模 这个工厂关闭的 是不是 工厂关闭是比较大规模的 尤其 包括 无论是原来我们 这个比较火的 这个出口 现在出口 国际整个经济 是不行 东莞这边大规模事业 然后 中西部地区 原来搞房地产搞得很好 搞矿 搞得很好 现在这些都 基本上全面下滑 这个有很多事业现象 东莞大规模事业 这真是调动我的感情了 我就说东莞 我那天刚在朋友圈看到一个 当年的东莞书记 你知道吗 广东省副省长 刘志庚 现在陆续披露出来的消息 让我惊叹 几百个亿 他的家族 九百个亿 存款 三百七十个亿 然后在他的各处的房子里 又发现这个债券 五百多个亿 九百个亿 他按照一个某个富豪榜来排 他已经排在了李彦宏之后 雷军之前 你知道吗 这个家族九百个亿 我的天 他们就说九百亿是什么概念 不是说真的九百亿 就是他这存款三百七十个亿 好像 我记错了 大家原谅我 就是好像是2015年 西藏和青海两地的财政总和 我这才发现 你说一个人这叫富可敌国呀 我这才发现 徐才厚说的话是老实话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连结 有些事情 你只要过一段时间 才明白它的意义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 就是这时候要去广告 将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这个回乡吧 就是我觉得去年本命年刚刚过去 我说我得谢谢这个观世音菩萨 我们河北那儿庙也很多 但你知道就显出我有文化 我跟我爸说 咱就去大佛寺 正定大佛寺 对吧 那不是因为是这个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那个正定的大佛寺 梁思成 林徽因 他们研究中国建筑 那都是排在前列的 里边有这个宋代的这个观音的这个佛像 明代的这个建筑 哎那个气势哈很好 我觉得是很好的庙 对吧 所以我就说几年之后我就再去 但是你去就在十二庄旁边 就是你这个正定县城啊 你先要进县城 所以我说呢 这个县城里过春节的这个风貌 我也拍了这么这个手机啊 就可以拍一小段 他们就说可以达到这个甲长科的这个 这个程度 带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啊 就是这个 这个县城的景象 二三线的这个景象 我还要紧接着给你看一幅 是什么呢 就这个大佛寺啊 这个大佛寺的门前 广场 你找停车的地方 你找不到 那么说 哎 这你就看见中国有种乡村的这种荒芜 它的荒芜 你说它是因为拆迁吗 可是我爸爸说 哎 怎么几年前来这门前就是这样 怎么今年来了还这样呢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 你又会看到哎 中国这个二三线城市的另一个 另另另一个 呃 角 你看 这我们就是找这个停车的位置 这就是在啊 这个这个举世闻名的 咱们这个这个 正定大 我们那叫大佛寺 实际上应该叫龙兴寺吧 啊 这个寺的 门前 就隐蔽墙前面 哎 你看不看 你觉不觉得很熟悉 中国的某种乡镇的这么一种面貌 你看 就是很奇怪 应该说呀 当地可能是就是呃 做了很大的功夫 把这个这个拆迁了吧 可能是准备要建什么 灰红的这个广场建筑 我估计是啊 但是我也奇怪 为什么好像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呢 那有可能拆不动 然后呢 干脆这些人呢 就可能拆了一半拆不动 然后你们这个本地的这个老百姓直接拿了停车场 收不收费的 这停车场 收费啊 收费啊 我就说那那为什么像类似这种情景啊 嗯 我走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 出处可见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汽车工业超前发展啊 中国的汽车工业啊 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总体水平 你看这 所以以车子来看都不差 这车子你在欧洲看到还没那么多 开车的人是外地人 外地游客 外地游客 但不管怎么样 能够用车子来做长途旅行 嗯 这么普遍 这个是一个中国现在是很发达的 你你除了美国以外 除了美国澳洲加拿大以外 欧洲你都很少看到人这么开车走到远的地方去 但他其他全没跟上 停车场啊 道路啊 什么都没跟上 另外一点呢 就是有很多地方啊 其实你看这很多这个二三线城市郊区 你看到他大片的拆了以后呢 他建不起来 嗯 这跟我们最近这几年这个经济形势是有关的 因为地方政府啊 没钱了 房子呢 原来是靠土地财政卖钱 然后土地还去做抵押 搞了各方面的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区新城区 哎 盖到一半 没钱了 银行没贷款了 所以呢 就把这个工程撂在去了 这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镇定是不是 有点乡土特色 你还说到一个地方 好像是有个叫山东 就有个叫寂寞的地方啊 给你印象很深 呃 什么 呃 因为那个材料到我现在有点忘了 咱们 这学者是真的吗 你还没我看得清楚 好 说一个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呃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是我那个最近这个 这个我这个呃 寒假呢 我去了一下这个成都和贵阳 哦 你然后也 他在在这个城乡结合部 你会发现我们中国这个城市啊 那建的非常非常宏大 他们原来做了规划 那他们说加起来可以容纳几十亿人啊 但是争了大片的土地 呃 然后政府大规模的搞搞建设 但是最后这个人 这个城市一点人气的 没有 很多楼盘全部是这个 这个以后可能成为烂尾楼 那当然现在我们政府开始想办法了 说你们这些农民工啊啊 给你补贴 你的城市里面买房 我就希望你能够 因为房地产不行了 希望农民工把他的钱掏出来 然后买房 但是现在这个里面有很大问题 我们的农民工啊 大部分从内地到沿海地区去发工 他得有就业 你现在盖了很多房子这个地方啊 基本上呢 就是说是没有就业的啊 所以人家买了房也没用啊 但是人真正的不从 说到我们这个 不从农村里面真正到城市里面定居下来 那农村发展不好的 我们农我们农村里面只需要 比如说有个几千万 一个亿人口就够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半人口在农村啊 所以这个整个 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发展模式啊 按照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建工业开发区 建高档的这种办公楼啊 小区啊 那这种这种模式可能已经不能再玩了啊 你觉得就说咱们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玩不转了 那么那么多密集的劳动力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劳动力密集型还可以玩的转 但是主要是要在一些大型的有就业机会的城市 包括像北京啊 上海啊 还有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 他们进来 在给这个城市来做一些这个低端的服务业 这个方面其实还是很有潜力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呢 就是开始在大城市要疏散人口 那这都这都是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的 哦 所以呢 这两个相反的消息 知道你这么说呢 它倒也能够连起来 你刚才讲了农村那一片萧条 可是春节过后 北京上海房价乱调 狂抢 听说没有 就这两天 崩崩崩崩 北京上海的房子都在乱挑 向深圳发展 所以这个好像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这个经济虚火 一方面你说下面又有这么大的危机 哎呀 这个真是 你觉得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情况 呃 我觉得未来几年可能都会是向下吧 现在大家不是说个L型吗 L型应该在这个底部 甚至可能如果处理不好 应该还有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呢 也在开始大规模的 原来说不刺激 那又开始重新刺激了 哦 怎么刺激呢 那就是放水 把印票子放水 然后把银行 我的说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中国呢 它是这样的 这个财政上有一部分钱 但更重要的呢 是这个政府呢 可以让银行放贷款 那银行放贷款呢 就再去建更多的啊 基础设施啊 工业开发区啊 新城区啊 啊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过剩了 但是你如果 但是你这个钱一投下去 你如果收不回来 现在老百姓在银行里面存款 相当于也就被损好了 这个情况不是非常好 你觉得人民币还会持续贬值吗 人民币现在肯定存在贬值的压力啊 会不会持续贬值 不好说 现在最近这几个月 我们大概消耗了将近一万个亿的外汇 过去半年一年 本来是四万亿 现在好像是三点二 他们说如果跌到三万亿以下呢 这个压力就大了 会造成一种恐慌性的人民币的这个东西 现在其实人家最担心的是这个六点 现在是多少 六点九啊 没有六点六点四到六点五吧 增长率啊 你说经济增长率 增长率 六点 现在人家其实最担心的 不是这个到六点几 而是说这个数字可能有问题 这个才是最担心的 就是说你要是真的说没问题 你哪怕是六 哪怕是五 那也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增长率 所以为什么我就跟你说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在中国你的所有的讨论都是建基于一个可疑的前提之下的 比如就像电影的票房 如果说这个就像GDP 你如果哎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不太求真 咱们就喜欢 你告诉我 哎 我发现我接触他们的学者 就是说你给我一数字 我能讲给你一个理论 但是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真的 都是个存疑的事 所以你说还不如问猴呢 呃 这个很多人哀叹哈 好像就是过年这一回家就觉得是看到家里好像就是没他自己在城里过的那个生活条件好啊 有很多的这种感触 对吧 这种酸文人呢 他就比较升华到这种时代的悲剧 对吧 觉得乡村的凋敝 就是我们的乡村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可能垃圾场 污染源 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然后现在很多这个这个 包括农村里面还有很多低端劳动力 他因为这个性别不平衡 找不到对象 这个以后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很多男的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啊 这个这个有很多圣女 这个圣女是自愿圣的 但是我们中国呢 农村里面有些女性呢 他要往高价 但是我们国家呢 因为过去搞计划生育 所以有很多这个 生男的比女的要多 他通过B超这些技术 把这个女孩可能就打掉了 当然也有一些 就没登记的女孩 也有这叫失踪的女孩 但是总体来说 男女性别比是非常失衡的 所以就有很多很低端的 这个就教育程度比较低 收入不高的这个男性 以后啊 现在可能逐渐的到了这个婚育年龄 那以后都没对象 这个问题以后 可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社会矛盾 女往高处走 对 男往低处流 我们的未来是这么悲惨吗 这是有实际统计数据的 他们统计了凤凰男 凤凰女的问题 你知道就是讲上海 结果后来说 凤凰男 就是说 外地的男人到上海 找到孔雀女的机会 是非常少的 所以那个江西女的是虚构 但是凤凰女到上海结婚的比例非常高 这个这个比例 男女的比例是一根十字笔 就是说大量的女的是各个地方的 而且他比方特别指出浙江的安徽的 什么什么地方 女的到上海结婚 跟跟结婚 这个是有非常详细的统计出去 一查就查到 看来这个女的往上走 那就说明我们男的其实还挺有责任感的 因为男的就得往下留 我是说像你们这个上海男 要是有这个凤凰女 什么还有个叫孔雀女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 孔雀女跟凤凰女是不同的 一给我讲一讲 我最近刚学来的 孔雀女就是玛丽苏 玛丽苏就是城里的女的 觉得天下人都应该爱她 就是他什么都是应该爱她 喜欢看韩剧啊 掉眼泪啊 这种 那么孔雀女也是这种 就城里的女的 对对对 凤凰女是什么呢 就是乡村的女的 哦 他飞上去了 这叫凤凰女 他叫恐雀男 他叫恐雀男 恐雀男看来还蛮多的 什么叫飞上枝头就变凤凰了 对吧 凤凰下架 不如鸡啊 完全是高度 高度的这个分别 你看看我们凤凰台就知道 我们凤凰台的女博物园员 都是往上走的 下面一句我不讲了 所以啊 咱们喊了十多 二十凤凰卫视 现在快二十年 喊了二十年的肥水不流位 最后你瞧瞧 唠都唠谁手里 所以要不是这个单位 真是不可留 凤凰男 我这个凤凰男 我也要找出路 灰箱啊 对不对 知识基层啊 对不对 不是就意味着 你看就说这个男的 只要一个女的色相好 他娶了你 一般这个中国男的还是负责你的家庭的 或者至少你亲戚来了 这男的也得管一管 但是相反 你看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男女角色的问题 反过来女方就很难接受 一般来说中国家庭接受你这个凤凰男的家庭负担 对对对吗 中国男的 这个所以凤凰男啊 我真是讲起来真是同情的 就很多人比方这个江西那个事情引起很多人的感慨 我觉得很多人的发出这样子是同情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有些这种 你当然村里都有名妇有约炮了 是吧 我也不怕说有一些男人不止一个老婆 对不对 在中国这个土地两个别的吧 但是你要知道他有些这个所谓的二奶小三 他是自愿的 甚至是他妈妈谈了他谈的价钱 你知道吗 哎呦这中国这男的给你买房子 给你们家七贯姑八大姨都买房子 就为了换得你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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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啊还是什么感 怎么办 不怕啊 不怕啊